給喜歡的人拍照 你好 可以拿個水來喝嗎 他只是自己走了 我離場了嗎 確實我要喝水 我可以放回去嗎 不可以 你不要後悔了 為什麼老是恐客 用手機的拍攝功能 給喜歡的人拍照 好 我的媽呀 真的 好 你喜歡的人拍照嗎 可以拿個水來喝嗎 只是自己走了 戰術喝水 我離場了嗎 確實我要喝水 我 拍了 喜歡自己沒有錯吧 自拍 為什麼 他是不是還是稍微考慮了一下 謹順的心情 謹順 他為什麼要考慮 他剛才也沒考慮 他是體貼在場的人 我覺得 是嗎 親身的有點可憐 但是他 你看他永遠是 挫敗當中又很積極的 嗯 很積極 很陽光 其實 愛一個人的感覺 還其實都是挺美好的 不要去計較太多就最好 簡直了剛才那個 太刺激了 剛才在最後就是有一個環節是 教授一直在疑問說 為什麼拍喜歡的人 瑞恩會自拍 拍了 就是他以為 所有人都會覺得我會拍你 但我拍是你 是啊 那你為什麼要選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倆這個電波 都已經讓對方感受到了 對 很明確了 然後他們倆也感受到了 謹順的那個狀態 他們倆想一起體諒 謹順的感覺 不想讓謹順很難堪 同意 他們倆想照顧他的感覺了 那時候他為什麼 之前還強調了 你不要後悔 我可以放上去嗎 不可以 你不要後悔了 這什麼意思 他那句你不要後悔 其實我覺得在羅影聽起來 是甜的 因為一翻出來 是給喜歡的人拍照 對 那羅影信妹會想說 難道他要拍我了嗎 我還在想 還有另外一個解讀 也有可能說是 你不要後悔 那這個場面讓謹順太尷 那你作為女生 你有沒有也考慮過謹順 我覺得瑞恩在這塊 其實特體面 對 好 那還好一點